大家好,我是阿跳 今天咱们来聊聊美国51区 自1950年成立以来 有关51区的详细信息一直是军事机密 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大概是60多年以来 51区一直是公众无法触及的区域 其中包括天空中巨大的禁飞区 因为信息不公开 所以对于其真实目的的猜想 就诞生了众多的阴谋论 并且有传言说 51区内正在研究抓到的外星人 以及各种不明飞行物 但近些年来 有关51区的一些信息已经被解密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这10个有关51区的有趣事件 在这之前 请一定保证关注并订阅了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 在秘密地地进行实验 被美国政府视为是非常敏感的信息 因此CIA所有的文件当中 都否认了51区的存在 在冷战期间 美国政府怕秘密机的消息泄露给苏联 也抹去了所有关于51区存在的信息 CIA在2013年才公开承认了51区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为了监视苏联 专门在51区制造了U-2侦察机 这架飞机由洛克希德公司设计 于1955年8月1日开始试飞 并对外宣称这是一架研究气象的飞机 并不是侦察机 1960年5月 当它在苏联和东欧一带飞行的时候 被苏联击落 此时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一架侦察机 美军目前在和其他国家的冲突中 普遍都使用了无人侦察机 美国对于无人侦察机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 在1964年就在51区进行了无人侦察机的首次试飞 这架飞机的名字叫做D-21 它的作用就是监视对方的军事行动 在1969年至1971年之间 D-21在中国上空进行了四次侦察任务 为了盗取与美军对抗的军事力量 所用的战斗机上所搭载的技术 不断有不同国家的战斗机被送往51区 最初被带到51区的外国战斗机是 1966年伊拉克干斯队从以色列掠夺的飞机 这架飞机是苏联制造的型号为MIG-21 美国希望通过研究来确定 这架飞机的性能和设计上的弱点 从而进行针对性的应对 此后51区还研究过其他型号的MIG战斗机 1970年随着苏联的雷达系统 被秘密的带入51区进行调查 分析敌军飞机构造的任务 就被安排在了别的地方进行 在政府的官方报告中 对51区的描述每次都被全部删除 但是在1967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在CIA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笔记中 为了在越南战争中向北越南发送间谍 在51区进行侦察机的开发和配备的内容没有删除 尽管这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但是它陷入了一个严重的状况 就是51区的存在被泄露到了其他国家 但是即便如此 在那之后美国政府依然不承认51区的存在 一直到2013年之前在地图上都找不到51区 51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高机密 因此有很多的谣言和猜测 其中之一是51区有大量的有害废弃物被丢弃 关于这个问题 51区的内部人员都对此保密 但是有一次一位处理有害废弃物的工作人员中毒身亡 他的家属对此提出了诉讼 这使得这个传言变得非常的可信 但是由于此案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和国家机密 因此被各支 1974年美国举办了一个名为太空实验室的项目 参加此项目的宇航员可能没什么经验 在宇宙拍摄照片时正好拍到了51区 此次事件非常严重 因为它关乎到国家的最高机密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比 最终决定不向公众公布照片 因为CIA规定51区是世界上唯一禁止太空摄影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 在51区进行的种种活动是多么的重要 从新公开的卫星照片中可以看出 在51区的跑道尽头正在建造一座大型的机库式建筑 由此推断51区可能在进行的新项目将是下一代侦察机的开发 国防记者泰勒·洛格伟也对此发表了评论 他说美国空军已经承认存在可以长距离飞行的无人侦察机 从航空照片可以看出机库安装了跨越52米的巨大门 因此它应该是专门为飞机等大型物体而设计的 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于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杀死乌萨玛本拉丹时 使用了两架黑鹰直升机 任务期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 看到现场照片的专家很快就意识到 这不是普通的黑鹰直升机 根据专家的说法 这架直升机是洛克希特公司大幅改良的机型 它在投入战场之前的测试点很可能是在51区 根据这个改良 虽然不能完全从航空离达中逃脱 但是比起以前的机型被发现的可能性更低 因为所有的情报都没有公开 因此关于51区的猜测数不胜数 其中最不可思议的猜测是安尼·雅各布森在2011年出版的 有关51区的历史的书 安尼在书中称 51区是美国政府为了掩盖 1947年罗斯威尔发生UFO坠落事件而建立的地区 坠毁的不明飞行物是由苏联开发的 苏联通过基因重组生产了外星向外星人的孩子 并且由这些孩子来操纵UFO 而且安尼还断言 坠落事件是苏联进行的一次行动 目的是向美国国民灌输美国被外星人袭击的信息 让美国国民产生恐惧 长期以来 51区都是被美国政府隐藏的状态 因此诞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猜测 并且51区还作为科幻小说的常客 经常在各种科幻小说中出现 到了2013年51区被公开后 CIA和51区的工作人员相继否定了各种猜测 但是由于51区是军事基地 仍然有很多信息没有对外公布 很多猜想仍然是一个谜 也正是因为谜团太多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进而出现了更多的猜测 关于51区屏幕前的您有什么大胆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阿跳 我们下期见